拿出照片 少年的右脸颊明显肿了一大圈 靠近右眼的位置 还有红肿擦伤的痕迹 26号傍晚 少年打工骑脚踏车回家 却遭一辆机车突然从左侧窜出 撞倒在地 事故地点就在高雄大辽区 向尾路往永芳路方向 少年的妈妈指控 当天傍晚六点多 儿子骑脚踏车在路上与一台机车发生擦撞 当下对方有道歉 但却只买药给他儿子擦 质疑儿子都两耳淤青肿胀 身上还有擦伤淤青 对方却草率处置 甚至没报警就离开 车祸发生后 不仅少年脸部 身体都是擦伤痕迹 骑脏的脚踏车把手也被撞断 妈妈气得上网po文 希望广大网友帮忙找到肇事的机车骑士 也报警加快协讯速度 由于发生车祸的路口 小巷弄很多 属于多方向路口 只盼附近店家能有监视器画面 找到机车骑士 厘清事发经过 让对方负起应付的责任 迷失新闻 刘允淳 吕燕杰 高雄市报导